這是女生眼中的M3 喂 安妮你在哪裡啊 森蘭 喔 好好我過去 欸 怎麼不開一台這麼慢的車啊 怎麼看起來這麼老 我爸都開這種車欸 很老啊 很老啊 你看內裝 這都褪色了 好啦 趕快走啦 好好好 好好好 隨便隨便 這是男生眼中的M3 幹 你這比三小 怎樣 年輕人蠻有品味的齁 這台車你的齁 對啊 我的啊 正的嘛齁 M3 正的啊 一定是正的啊 正的不錯耶 我公司也有一台咧 要不要去跑個山啊 配一下喔 我騎電動車 有期待的公司嗎 沒有啦 追不到啦 我換了M3才可以追得到啦 我公司你嫁不到 我來去換一台車 等我 好 我去換車喔 嗯 M3不能讓你交到女朋友 但能讓你交到男朋友 那我直接看到 那我直接看到 我現在好回音耶 看老師一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師推車 今天推這台車是什麼 E46 我們還幫大家帶來了 E46當中的王者 乞丐中的霸主 還是乞丐 E46當中的M3 是不是還是E46呢 等一下帶大家來看一下 E46的M3從1999年 一直出到2004年 到2005年之後就改成 190 192的M3了 但是已經沒有自然進氣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都說它是末代王者 而且呢 192的這個引擎 已經改成這個V8的 已經不是直六的引擎了 那當時這個是最後一批 六喉直噴的 3200cc的直六引擎 馬力有343匹 買這台車回去呢 並不容易讓你交到女性朋友 但是你會多了很多男性的朋友 內行的走在路上一看 就知道這個是好貨 買這台車回去 我告訴你 絕對不會被老婆發現 也不會被女朋友發現 怎麼看只覺得它只是一台 老B&W而已 等一下呢 我們帶大家一步一步來看 到底M3跟一般走在路上 你們看到這麼多的E46 差別在哪裡 要從哪些小細節去分辨 走 帶大家去看一下吧 我跟你講 網友都說 小事好像都對B&W比較好 每次都幫B&W說好話 不是這樣嗎 你直播不是都說B&W好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沒有聽過我新的主題曲嗎 什麼 你沒聽過 我現在網路上瀏覽率很高 你沒聽過我新的主題曲喔 你唱一下我聽聽看 Toyota Susuki 鹿龍啊 我都行 Mazita 三龍啊 Horror啊 我都愛 娜智傑現代啊 娜智傑我不要 等一下等一下 你娜智傑為什麼唱兩次 哇 娜智傑就能看嗎 對啊 兩次啊 娜智傑啊 好吧 那我就是不要嘛 看車看車 怎麼樣分別 我們進入正題 我們首先看喔 你看這個其實引擎蓋有稍微的隆起 然後再來一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輪弧 爆龜有沒有 這不是自己亂爆的 不是拿一根鐵管 插在這邊這樣輪輪輪輪爆出來的喔 不是那種的喔 這個完整度是相當高的 而且它這個都是輕量化的 還有它這個鯊魚旗 不過鯊魚旗的葉子板也很多人在改啊 那原廠搭配的是這個 225 45 18的鋁圈喔 當然上面也會有一個M的mark 好不好 雙門的E46最帥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這個 這個它折起來的時候是會翹上來的 那當然跟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E92是一樣的 帶大家看一下引擎室 其實喔 E30跟E36在馬力啊 跟操控上面比較相近一點 但是呢 到了E46有一個跳躍式的進步喔 最末代的E36 它的M3的引擎是321匹 可是到了E46的時候啊 轉眼間就跳到了343匹 0到100只需要大概5秒左右的一個時間而已 那你看喔 它這個六喉直噴 它這個引擎一坐坐到他媽室內去了 有沒有發現 這個要修裡面不知道怎麼修 可能這個拉桿啊 所有的護板啊 都要拆下來 你才有辦法修到裡面的東西 它的底盤全部都是用這個鋁合金多連桿的設計 一般的車子啊 你看現在新的 那個不是Artist出那個什麼 GR什麼小的那個什麼Sport有沒有 對 GRSport 它其實都還是用原來的Artist的底盤 下去做一下調整調教對不對 可是呢 E46的M3 它的M3的底盤啊 基本上跟一般的E46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東西 你都能夠去拿普通版的E46換裝上去 我為什麼說這個底盤不一樣 我最近就遇到一個狀況 我們另外一台328146啊 雙門的啊 它本來只有單出而已 我想要改成四出對不對 可是呢它備胎座就做了延伸 所以後銷就沒有位置可以塞得進去 雙出的排氣管 但是M3它原本的底盤設計 就是允許你可以裝上四根排氣管 所以我那個要改四出的話 可能就要切到這個備胎座 可能要切到車體結構 才有辦法改成四出的排氣管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蠻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看一下後車廂 這台車我覺得比較特別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邊 它的電瓶設計是在後車廂 然後呢它的通病之一啊 就是這邊很會積水 這第一個 你看它現在有點水質對不對 它這個沒有備胎的設計 所以它是用補胎劑 所以它後面沒有備胎 所以它用保麗龍把它塞起來 你看很多認真 上面還放隔音檔有沒有看到 看BMW我最喜歡看哪裡 你知道嗎 看這個 猜猜看裡面還會設置 每一次喔 收130啊 136啊有沒有 上次啊大概上次130也有啊 你記不記得 其實喔它的工具是滿的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可是身為一個專業的愛車人士啊 就很奇怪 每一次就是 希望打開它是滿的 就感覺在 我買這台車這個 完整度很高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欸缺 拖車勾 拖車勾在這啊 我剛剛有看到拖車勾啊 對啊 拖車勾在這啊 還是這邊還有一個 後面的拖車勾 一個前面一個後面 我不曉得 拖輪胎的板手也沒了 會不會是原本就沒有 因為它是用補胎劑的 好了管它了 反正這個算還蠻多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有這顆 輪胎儀 對 這個已經算有八成都在了 好不好 其實一輩子也用不到這個格西 可是就是每次去 顧車 顧BMW的車回來 都希望它是滿的 Harmond Kardon 全配的 Harmond Kardon的高音喇叭 然後看一下這個後照鏡 折一下給你比一下 有沒有 帥 我坦白說齁 這樣折起來跟這樣放下來 大概寬度差多少 我一直覺得這沒什麼意義啊 這按這個 應該大概在這邊吧 哪一個東西比看看啊 假設現在在這嘛 對不對 看 三五公分而已耶 就滿多的吧 然後齁 還有一個就是 我很喜歡它這個 電動的 通風 帥 跟上次那個 207一樣 帥 207是手動的 沒有這個就是要電動的才帥啊 手動的不帥啊 不錯吧 它裡面有一根連桿 你看那裡有一根連桿 我很喜歡BMW的傳統 可以放手機 平的 對它這裡的設計就是 你這裡像這種止滑電有沒有 這樣有時候我們都會撿啊 放一塊止滑電 手機會丟著 這個置物盒還滿方便 然後這個已經改成那個 倒車顯影 然後它有快撥鍵 換檔快撥鍵 等一下我們再開一下這個換檔 因為齁 每個人都說這個換檔很落賽 然後我們試看看好不好 看落不落賽 然後它有一個比較通病的地方 就是其實它這個有滿多這個環保漆都很容易脫落 你看這個環保漆就脫落 這個我現在指甲摳還會繼續掉喔 你看我手黑黑的 它這個都有點軟軟的 花也很容易壞掉 白葉窗也很容易壞掉 然後這個中央扶手 這個一不小心 你看這個也都是環保漆有沒有 這個已經噴過了 這看起來噴過了 你看這個還嗶嗶有沒有 稍微裂開 這個應該整理過了 可是皮革還不錯啦 那當然它這個原廠的載車椅 還有再加這個腿靠 所以很多這個M版的146 也有做這個腿靠 可是椅子就不是這個椅子喔 這真皮有包覆性的喔 你看旁邊大耳朵的有沒有 多了兩片翅膀的 這個才有包覆性嘛 M版的方向盤 它這個以前叫做三浮式的 鈍型的方向盤 這是新款 如果舊款的方向盤是四浮的 我跟你講 通常外面包這個 翻開會有兩種兩極化的結果 就是 幹裡面一定醜到不行 所以它才包起來 第二種是裡面跟新的一樣 開槍喔 喔有沒有 跟新的一樣 所以這車主就跟我一樣 喜歡粗的 這個握桿握起來就 有熟悉感 好啦定速啦 然後這個快撥 那它也很有趣的齁 它這個其實有六段的Sport的選擇 我們先往右撥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現在這邊是 左邊是N檔 現在顯示N檔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往右一撥 它跳到這個S檔 然後這上面是第一格 第一格就是二檔起步 你把它增加這個Sport的 轉速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一檔起步 越快就代表什麼 越競技 不是那個競技的話題 那個競技喔 好不好 是那個要比賽的那個競技 它這邊有五格嘛 我們以為五格已經滿了 其實我們在這邊 把DSC按下去 然後Sport按下去 往右撥 往右撥 往右撥有沒有發現出現第六格 有沒有 這個就叫做這個不要命模式 哈哈哈哈 你豪達你DSC拐掉 Sport就開了滿格 你出去看看 你看油門踩 深一點你會原地全站 哈哈哈哈 然後很多人都說這個車 等一下我們試看看 說這個不要用它的自排模式開 要用它的換檔撥片開 要用它的換檔撥片開 因為它這個是媲美F1 換檔速度 要不然0.0幾秒就對了 所以喔 從這個開始 後面的那種手自排 其實都已經比手排換檔還要快了 等一下你這樣 你外包吐 霹靂火這樣 你外包吐 這樣啪啪啪啪啪 有沒有 那個海豹啊 啪啪啪啪啪啪啪 那當然你看這椅子美不美 這種自然的皺摺 就是真皮才能帶給你的那個 聞一下 喔 我跟你講 BMW上面都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有沒有看到這裡的M 帥不帥 M3 那我們出去試一下 到底M3好不好開 走吧 大家有沒有做過M3 沒有 我也沒做過後驅車 你沒做過後驅車 你沒做過後驅車 我都不然就是後驅車啊 那麼笨 它這個應該 就是說當你的格數條越滿 有沒有 它的換檔時機越晚 就是你的轉速會拉到越高 才會換檔 你看像我現在已經拉到4000轉 還不換檔你看 喔 還是他媽的 一格代表23456 6000轉 所以現在是五格 對 所以要到5000轉 有可能喔 4500轉換 4500轉換 5格是4500轉換 喔 我如果油門踩的比較深一點 就是5000轉換 其實喔 它這台車喔 自排款比較常有一個通病 除了離合器片很容易磨損之外 它有一個就是那個 你如果去跑山有沒有 常常在平凡的換檔啊 它很容易過熱 過熱就會鎖檔 鎖檔你就要等它冷卻之後 你就可以去使用 那如果冷卻還沒救 你就要回去電腦解鎖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說 其實它退檔的時候 它是會幫你補油的 剛剛那個阿呆你聽我 我在放開油門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到 嗯嗯嗯的聲音 它那個就是它在退檔 有沒有 現在就有了 有沒有 它在退檔的時候會幫你補油 現在才4檔而已 我已經到高速公路了 它竟然只給我到4檔 正常的車 你在高速公路應該要到5檔 可是它現在因為 我剛剛調的模式是五格的模式 所以它會蠻延後換檔時機的 我跟你講 開M3就像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先與其不論M3有多強 什麼1比1的配重 300多匹馬力 什麼0到100幾秒 後輪驅動 我們都不要講那麼專業的問題 你開了M3這個車 你感覺你很像 張學友 因為大家想要唱歌 第一個都想要模仿你 No 我是張學友 你看 10個唱歌的藝人 有9個會模仿張學友 神一般的存在對不對 其他的這個 開了這個146的人 你開了這個車 就像是他們 他們的歌神一樣 大家的車不管怎麼改 改了葉子板 改了引擎蓋 改了鋁圈 改了M版的座椅 M版的方向盤 大家無不像你的腳步邁進 大家都在模仿你嘛 它可能只是320 325 可是它就是想要改成像M3一樣 你就像這個大家真相模仿的存在 就像勞力士當中的水鬼王一樣 大家都在帶一隻水鬼 你水鬼王出來什麼都不用講 我把它調到一格 它現在轉速很高 我覺得開得很痛 我把它調到一格 它瞬間就把它調到六檔 同樣的速度80公里 剛剛我們補格滿 它4000轉一直在那邊 嗨嗨叫 四檔 它一直用四檔開唷 然後現在我把它調到一格 它瞬間跳了兩檔 跳到六檔 所以進入什麼 舒服模式 你看這個儀錶板 裡面那個M 有沒有 這燈有沒有漂亮 而且它在8000轉 9000轉的地方 還有做了這個 黃色燈跟紅色燈 亮在這邊有沒有 一般沒有 一般是用土漆的 它這是有燈光的 它這在告訴你什麼 你知道嗎 我可以拉到8000轉 我們拉拉看 拉拉 拉死我會 拉拉看 但 這個車已經賣掉了 等一下要把它燒掉 我們給水 好不好 讓車主回去拉 請他跟我們回報 為什麼我說這個車 買這個車 你認識的男朋友 會比女朋友還多 因為走在路上 如果不是真正的 對車有愛有興趣的專業人士 根本壓根 他就分不出來你的 到底是 3系列改 M3 Look的 還是你真的就是M3 我相信喔 對車非常有興趣的 佔一兩成而已 大部分的8成 都是認不出來的 2004年的M3 市面上的價格 依照車況 里程 大概會在70萬到100萬之間 像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台M3 它的離合器片 前車主已經更新了 那離合器片 通常換起來 大概要五六萬塊錢 所以這五六萬塊 加到車價裡面 自然而然 這個車的價格就會被 頂得比較高 所以為什麼會有 70萬到100萬的這個Range 在市面上流動 可能手排的價格會比較好啊 那在這個Range裡面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三年前 就是這個價錢 那正常的均價 我們不要講車況太糟的 或車況非常好的 正常的均價一般會落在 80多萬 90萬左右 一般來講 M3 你從01到04 基本上 都是差不多 在這個Range裡面的價格 收藏等級的M3 已經不存在年份的問題 完完全全這個價格的區間 就是 試它的車況而定 其實我之前不是開過192嗎 335 雙渦輪 但我覺得 坦白說 如果你要論這個操控的直覺感 跟這個靈活的感覺啊 我覺得146是比較靈活的 192在山路上的表現 我覺得沒有146這麼好 那再加上說 我覺得這個車 玩家一直在炒作這個價格 就是因為它是末代的 六吼直噴的自然進氣的引擎 不過以前 最常說的一句話 最常跟這個消費者講的一句話 要買BMW一定要買六缸 因為要體驗一下 它這個六缸的高轉速 還有這種飽滿的這個排氣聲浪的這種魅力 一定要買回來體驗一下 其實我一開始啊 第一次開到這個車的時候 我覺得很難開 因為抓不到它那個變膽的時機啊 模式啊 跟它的這個頓挫感 但是我發現這個車只要你開上手 你了解熟悉了它整個轉速運作的模式之後啊 其實這是一台開起來很好玩的一台車子 它如果你把它在一格的狀況 你調到這個自排模式 你會感受到那個 微微的那個換檔會有一個 前後的那個感覺 對 一個頓挫的感覺 會這樣 沒有SMART那麼嚴重 我覺得SMART是我試過 前後頓挫是最嚴重的一台車 我上一次開一台 稱得上我覺得比較性能的車款 比較殺手級的車款來開這條路是155 M3開起來 在這個山路上 遇到這個山路啊 它的加速的那個力道的感覺啊 跟155是截然不同的 坦白話講喔 依輕鬆的程度來講 我指的是馬力這個輕鬆 爬山的這個輕鬆 油門的這個反饋來講 155減的是比較游刃有餘的感覺 因為155自頭自尾 我的油門只有踩一點點而已 但是這個如果以M3來講的話 它多了一分這個運動感 B&W的車跟賓士的車喔 我覺得有一個最明顯的差異性就是 不管你是一個會開車還是不會開車的人 當你開到賓士的車 你就是會覺得 我想要穩穩重重的開它 雖然很快 但是你還是覺得你很安全 很穩定 但是呢 你開到一台B&W 去轉著它的方向盤 踩著它的油門 然後它帶給你的這個反應 你會在不知不覺當中 越開越快 而且你會覺得開車是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而且再來一個說 這種B&W的這種底盤 以M3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這個底盤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第一個 你感受到你的底盤是很輕的 它不是給你說很穩定 很穩重的貼在地上的感覺 它會給你感覺就是 你的底盤是非常輕盈的 但是呢 很神奇的是 當你遇到坑洞的時候 它的彈跳又是這麼的Q 這麼的扎實感 你覺得你的底盤很輕 開起來是一種 輕到甚至讓你覺得是空洞 可是呢 真正在過坑洞的時候 卻又不是這樣的感覺 而且啊 這種輕的感覺啊 連帶著連你過彎 都變得非常的輕鬆 你就覺得我還可以更快 它為什麼那麼慢 我還可以更快 這個彎可以更快過 為什麼那麼慢 每一個彎都會讓你覺得說 我有把握 可以用更快的速度 彎過去 這就是 B&W 甚至M3的這個底盤 帶給你的一個 最直接的感受 你看啊 像它這個倒檔 就是有點像那個 DSG一樣 當我 有沒有 先往前 對 它會先往前 因為 它這個等於是已經排入空檔 然後等你這個油門 踩下去的時候 它才幫你 放開離合器 所以有點手排車的感覺 我跟你講喔 其實 有時候 你要記得 開車並不是說 一定要開到 好車 性能車 多胖的車 你要有多好的技術 其實不一定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取決於 這台車你開起來 會不會覺得 好玩 你知道嗎 愉快 這種車就是人家俗稱的 什麼你知道嗎 以前買不起 現在放不下 對不對 以前把它買不起嘛 然後現在好像有點錢了 又放不下 所以只要把它買回來 試試看 其實很多開這個車的 都是圓夢 這台車的前車主 有沒有 是一個內科醫師 它買回來 它真的也沒幹嘛 醫生忙得要死 可是它就是圓一個夢 好像開了一年半吧 那事實上它開的 里程數也不高 現在里程數也才87000而已 可是它花了很多錢 它就是 屬於那種追求 原廠型的 它買回來的時候 其實車上是有一些改裝品的 然後它就陸陸續續 去慢慢的一樣一樣把它換為原廠 然後就擁有過這樣 然後它就賣掉 它現在換特斯拉 它已經圓過 16自然進氣之王 對不對 M3它已經開過了 所以它現在去開什麼 電動車 人的一生就是有幾種車嘛 腳踏車 公車 計程車 再來機車 自己開的汽車 電動輪椅車 再來救護車 再來鄰車 有沒有 男人的一輩子 就是有這麼多種車要經歷過 是不是 好所以買個M3回來 原個夢也不為過嘛 對不對 這個車我現在把它開回自動檔 有沒有 它那個忽然就是 你轉速這樣高高的有沒有 然後它忽然這樣換檔 有一種那種 碰到一半像你抽出來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空虛感 有沒有 你知道我說什麼 挖耳朵啊 哈哈哈哈 挖耳朵挖一半 還沒爽就抽出來了 那種感覺是不是很硬的 有沒有 對還想要再來 難怪會這麼多人說 你開這個車 你盡量是用這個自手牌 手牌的模式去開 會增加很多的樂趣 可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在我們這個傍晚時分 我們開了這個M3 雖然帶的是阿呆 沒有預算請不了解 對不對 可是男人有男人的話題嘛 在跟大家分享這個M3開起來的感覺 那即使它是自排的模式 就是我沒有運用到它強大的M3的底盤 跟它的馬力 但是呢 其實在一切當中 這個任何每一個彎都是非常的迎刃有餘 然後隔音非常的好 底盤非常的扎實 不過其實喔 為什麼我在一直 剛一直在強調說老婆不會發現 真的 我們在聊天過程中 我一直用自排模式下去開 那開的人很輕鬆 其實坐的人也會很輕鬆 你不是在那種激烈操控之下 那你的這個 那個叫什麼 泰座是不是 喔不是後座 喔不是後座是誰 對不對 反正你的另一半也不會覺得說 欸 你怎麼又買了一台嗎 改裝車回來 普衆改得又很難做 整台車跳來跳去的 愛演藝很好笑 我覺得今天試開這個M3 有別於以往的認知 就是我們會誤認為說 我們買了一台性能的車 然後回來 它可能就會是很難做 很不舒服 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它真的稱得上是一台 映文映武的車 但是通常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開到這個車 相信我 你那個不安定的靈魂 就會被勾出來 你就是感覺是會想開快 沒有辦法開慢啊 開慢你會覺得對不起這台車 對不起自己 那種就是嚥喵你知道嗎 就像一個美女脫光衣服在你面前 誰受得了 我受得了 等於我老婆會看影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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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它那個忽然的那個 轉速拉起來的那個聲音 真的是很嚇人 像一頭兇猛的老虎 簡稱母老虎 哈哈哈哈 哇 換檔好快喔 退檔補油門 有沒有聽到 哇 這車真的是快 這聲音真的很爽耶 很爽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很像老虎在吼叫的聲音 阿呆 蛤 我們上次RAPPY的50 過那個彎對不對 就給你掉了 你知道剛剛我們過那個彎多少 多少 70 快80 快 就是這麼快 但是沒什麼感覺 穩吧 非常的穩 而且我告訴你喔 我的心現在 是加速 我在這邊試開過86 等等那麼多車 我剛剛一路一樣的路上來 你知道我的心丸子是爆棚的 其實喔 小事周遭 包括我自己本人 我們開了130開始 到136 到146 到192 甚至更新的F4代喔 其實 跟很多的車友啊 或者是對車友興趣的朋友聊天之後啊 大家都會一致的認為 146還是我們最懷念的 那一個年代 另外 因為呢 146的整個車體的結構 剛性 底盤的設計 引擎的出力也好 以M3來講 我覺得比136 因為136真的 現在130 136太老了 那你知道喔 時間 歲月 對於 汽車的這個板件來說 還有它的整個引擎 變物箱的狀況來說 其實是一個 影響蠻大的硬傷 其實你的引擎是新的 其實你的變物箱是新的 但是呢 你就是一台 二三十年的老車 那你的整個骨頭都已經 結構都已經 甚至內裝結構都已經 稍嫌鬆散 所以說呢 你如果真正的 想要體會到這個 整個 車體剛性結構 跟它的引擎出力的一個 高峰 16引擎的這種 六喉直噴的魅力啊 目前 往回追溯起來 其實 就是落在 146的這個年代 如果說你一直到現在 你試著在全世界的 拍賣網站 或者是 台灣的一些 拍賣網站 你去 找尋這個 146的這個零件 不管是不是M3 其實 數量都還是非常龐大 無論是這個 原廠的零件 副廠的零件 改裝的零件 那就比較不會造成像 130或136這種 有一些 很不容易處理的問題 零件取得的問題 我覺得就比較沒有那麼麻煩 所以呢 整個這樣子思考起來 這也難怪 146M3的價格一直居高不下 而且 也意想不到 竟然這麼快 如此快 在我影片都還沒有拍之前 我只不過 在IG上面 拍了一張 他剛回來的時候的照片 馬上就有人跑來買 神奇了吧 這也是我意料之外 因為我本來想說 我也要圓夢啊 對不對 我回來圓一下夢 開個M3 爽一陣子 有時候市場就是這樣嘛 真的不是 傻人 像你甘丹 包括你 也許包括我 我也是龍 我們常常看人家 我賣掉了 我的M3 有沒有 我們常常在看人家 看他這車 好像都是他媽 南港彭于宴啊 內湖王陽明那種 才有機會 去買賣開到的車 那沒想到有一天 我們開得到 那為什麼他那個車這麼貴 為什麼還有人要買 可是就是有人買 那這可能就是你我都不了解的市場 山路我不敢講 可是你一般的道路跟高速公路啊 其實現在有很多 你馬力不用說像他這樣 要到300 有很多大概200多匹馬力的車 其實開起來都不見得 加速度會比這個輸多少 說實在 因為他這換檔還是偏慢 除非你是手動換比較快 可是真的這個 這個車在山路 真的是有他一定的操控力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M3 因為M3的底盤 跟一般的扇系列真的不一樣 剛剛這樣開一圈就知道了 而且我們剛剛用那些速度過那些彎 真的像我講的一樣 我都覺得我下一次 再給我有機會再過同一次彎 我可以再更快 我可以再更快 他永遠都給你有這種感覺 像這種車 你很難探測得到他的極限 甚至我跟你講 他的極限比你內心的極限還要高 你已經控制不了你心魔的時候 他都還OK 但是Q的是你 就是他 所以為什麼人要比車胸就是這樣 因為這台車真的比你胸太多 所以有時候你常常在網路上有沒有 然後看到那麼多人 然後在那邊看到M3又高潮 事實上你如果沒有真正的去體會過 你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吵吹什麼 你有想過到底有多少人真的知道說 開起來做起來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你看了很多精神指標 我買一台三系列我一定要改凸起來的引擎蓋 我一定要輪幅擴出來 可是你學到了樣貌 但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真正的精神是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大的重點 你只會看到說 那一台車媽的還要賣八九十萬喔 那媽的屌在哪裡 你不懂啊 你在旁邊站在旁邊看著 你永遠一輩子都不懂 你媽的永遠說 那都有錢人 那都有錢人 但是有錢人也不是白癡啊對不對 有錢人媽不是說錢拿出來傻啊 看到M3就傻啊 絕對不是因為只看到M3這兩個字 然後他就花的下去 媽有錢人比你想的還聰明好不好 不然他怎麼會有錢 他們可能坐過這個車 開過這個車 知道這個車的精神跟精髓在哪裡 這個錢他才花得下去 那今天這個M3的影片啊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分享留言按讚 還有什麼 開啟小鈴鐺 對我每次都還要訂閱 然後多多幫我們做分享 鼓勵我們做出更多分享的影片 好那接下來我就繼續爽一下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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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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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乾的 有沒有 這插出器都沒有漏油 從蒸造就好了 而且你看喔 它原本的這個雙出 是從前面一直就是雙出的管子 一直衍生到後面 那一般的正常一些那個管子 前面都還是一嘛 一隻到這邊來才分成兩隻出來 一隻來到這邊 然後再分成 你看它兩隻到這邊 然後分四隻 它算是這喔 幹 沒有啦 試車就試車 試什麼車 買這台啦 買個屁啦 都賣掉了 我現在出手來不及了 呵呵呵 買了屍媽媽借帶 沒那麼厲害 哇 幹 看我沒有 欸 這樣講會不會被 被他罵了 但是看起來還蠻壯的 舒服嗎 難住 要問一個女生舒服嗎 三小 直接一開頭就問她舒服嗎 舒服三小